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集的Collector's Choice 又是我们的节目主持人 William 这一集我为大家介绍2019年艾森的小品 叫做Silver and Gold 这一只作品不说是由于家 其实它是Baron Park作者的一只新作 但当时我估计Baron Park应该大家都知道 但我估计这一只作品未必看到人留意 所以特别介绍给大家 很多时候我去介绍这一只作品 都要看一看它的背景 希望跟大家谈一些 让大家可以投入多一点的游戏 但这一只基本上 你见书记多数第一段 会介绍背景 类似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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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它是没有的 它一开始就已经是components 接着就已经介绍了 游戏了 唯独是背后有说了一点的背景 为什么叫Silver and Gold 就是你在岛上探险 这就是探险牌 你开到这些牌的时候 就可以塗了很多一部分 去到这些的时候 可能你已经感觉到 航空公园的味道 就是要砌一些方法进去 这个就是唯一的背景 所以它的游戏一定 跟这个游戏不太相配 你基本上 当它像岛上探险方法那样 都可以的 但是这个游戏本身是真的很好玩的 所以也是这样我想推介给大家 大家可以有机会 一试这一只 也叫恐怖园作者 也是一个出名的作者 但是你未必多人留意 是小品族品 事不宜前 我给大家介绍它怎么玩 其实游戏很简单 基本上这个游戏就是玩四回合 每一回合 就会开七张这些牌 是逐张开的 开到这些牌 你就在你的岛上 就画上相应的格数 在完游戏的时候 你填满了多少 就是叫做多少张这些岛 那你就有多少分 然后呢 这些就是你的岛上面 发掘到多少金币 有些岛上面 你会看到 是有金币的 有相应的分数 然后呢 有椰子树 有相应的分数 所以很简单 这个游戏的core mechanism 基本上就是每一回合 开 接着呢 就在上面画 是的 那 就是这样 其实已经讲完了 就是一些钱 或者一些bonus的分数 一些details 这样 那一会儿讲完 你好像觉得 这个游戏有什么好玩 那我觉得它特别的地方 就是在于基本上 你会知道 它所有 就是这一回合 你会看到 这里有八个icon 它就会开这八个格数出来 所以基本上 你有少少余置 例如你知道 譬如有个田 那你就想想 你的岛要留个空间 或者你要快点 就是 叫做 完了其中一张单 就开个新岛 不然呢 你就搜不到一个田 因为当你搜不到 这一格的时候 别人画四格的时候 你就只要插一格 所以 叫做这些小小的 floor planning 这样 是的 但是游戏呢 就胜在它够简单 很快 是的 因为开画 那就叫做 就是叫做 一圈一圈 很快就 去 开七张卡 七圈 就完一圈 整个game 都是玩了 15-20分钟 而它是很容易掌握 因为基本上就是填隔 它的巧妙呢 其实就是在于 你怎么去填 跟空空公园一样 以及一些bonus 你看到 譬如这些位置 我填了交叉 我可以即时再塗一格 有机会 它触发填了一张新的岛 可以即时抢单 那么呢 这个game就是用一个这么简单的机制 但是呢 就带到那种 即是叫做 砌图的趣味出来 那么呢 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 为什么我会这样推介 这个游戏呢 好 那么刚才就给大家介绍了它怎么玩 那么呢 其实我刚才 介绍怎么玩的时候 基本上已经讲了整个game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game 真的很容易教 也是因为它很容易教 所以它也很容易开 而玩一个的时间 我猜大约 可能是20分钟左右 那也是一个很短 即是叫做很爽的 一个 一只game 那你会发现呢 很快开完 就会很想再复杀 那还有呢 它是二至四人 即是叫做一个正常的 即是叫做game size 的一个人数 那很多时候 作为fueler 或者作为warm-up game 就是绝对一流 所以如果以我 即是叫做 以我来说 用一个词汇来代表 这个game 我想起就是bright 很明快 很长快 因为整个游戏呢 其实很轻快 揭牌 滑 接着就是了 你可以这么说 这么简单 但是呢 当你真的玩下去 又有一种味道 因为它 你会发现它这些赌 是不规则的 所以呢 所以呢 你要去想它 其实呢 你要有些计划在背后 例如 你会知道 我已经开了四张 譬如这些 开了四张 剩下几张 是些什么呢 我现在可能要找 大小的岛 去填 一个填 怎样填都进去呢 可能要找个大一点的岛 填进去 所以呢 都有一些长远的 计划 或者它的平衡 竞争位 就是在这里 很多时候呢 你去得顺不顺 就看你选的那些岛 和一些预先的计划 其实这些部分 都和我公园 有少少的相似 你可以这么说 玩一只这么小的游戏 又玩得出味道 而且呢 还可以很快地来一局 其实呢 是绝对不简单 那当然 唯一遗憾些呢 就是它的游戏不是太强 那不过 你问我 20分钟一局的游戏 其实它都不需要很快的游戏 正如你玩 吹散倒石 或者Splendor 其实你都不是说 要玩到 是玩到爽快感 那这一部游戏 绝对给到你 所以都很希望呢 去将这一部游戏 介绍给大家 可能有机会呢 你在2019年一 错过了这一部作品 那看看呢 有没有机会呢 因为我这个介绍呢 去保护得翻了 那以至于呢 可能在你再玩其他游戏之前呢 它有机会呢 在你的桌子上面出现 和你的朋友一起去玩 好 那这一集的时间呢 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集再见啦 拜拜